避免大家覺得太複雜了 那又整合了以上懶人包 大家就可以用以上懶人包一次過概括所有需要提升的素材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繼續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玩回江南 成計回上一次影片介紹了一些關於中後期的小小心得 今次影片就會繼續介紹一下關於基甲上的培育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用最少的資源來提升我們的金色基甲去到彩色呢?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好 那我們目前見到就是關於金色的基甲最高品質 分別有四個階級 金一 金二 金三和彩色 然後到紫色基甲 紫色基甲的階級分別有紫一 紫二 而紫二就會直接跳到金一 紫色的上限等級是去到金二 去到最後一個品質就是藍色 都是有四個不同階級 分別有藍一 藍二 紫一和紫二 你看到藍色品質和紫色品質都有一個共通點 你看到頭兩個階級都是提升他們的星數 提升完星數之後就會去到另一個品質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機制來提升一些金色的材料 簡單給一張圖大家就關於金色基甲的素材要求 金一提升到金二是需要吃一個同品質的基甲 金二去到金三的需要兩個金二的基甲 而兩個金二的基甲是沒有任何部位限制 只要屬於輕型部位就可以使用 但有另一個條件的如果已經強化了鎖定了或者裝備了的部件 就不能作為強化使用 我們可以透過剛剛提及到的機制 因為紫色基甲的上限可以提升到金二 透過紫色的金二基甲 當一件肥料給金二的基甲使用 而提升到金三的時候就要使用相同的基甲 好我們列上以上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會顯示 金一金二相同 金二金三不相同 金三到彩要相同 我們就可以根據手上的資源提升不同部位的等級 然後去到紫色的部件 其實紫色部件和藍色部件的玩法都是一樣 紫一升紫二要相同 紫二升金一是可以不相同 紫一升金二是要相同 然後去到最後的藍色部件都是一樣的連理 藍一升藍二要相同 藍二升紫一是不相同 紫一升紫二是要相同 避免大家覺得太複雜了 就整合了以上的懶人包 大家就可以用以上懶人包一次過蓋過所有需要提升的素材 我們知道了提升不同品質 需要利用到不同的素材 我們去到最核心的位置就是關於提升部分 提升部分我們可以按車間 然後品質解放 品質解放我想大部分玩家就會使用批量處理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 特別是紫色品質要提升到金一品質 我們應該把所有項目取消 怎樣才為止最有效地利用資源呢? 優先我會看看有什麼部件是相同的 例如藍色部件有相同的 我們就集中提升 紫色有相同的 集中提升 點擊左手邊品質解放 你看到相同的部件可以直接由紫一提升到紫二 當擁有紫二的時候 我們下一個部份就是用藍色部件 將品質提升到紫二 千萬不要隨便使用原生已經是紫色品質的材料 藍色部件有沒有一些可以升到紫二 目前只可以 原點輕盈是剛剛去到紫一 我們就多一個紫一的新部 透過合成 品質解放 多一個紫二的藍色素材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法獲取更多不同的材料 而剛剛本身紫色屬性的首部 就可以選擇原生藍色屬性的當作肥料使用 製作完金二之後就可以當成其他S級機甲的肥料使用 大致上的玩法就是這樣 至於下一個環節就是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更多的機甲呢 機甲層面上我們可以透過挑戰主線獲取整機轉換許可證 這個彈池分別可以獲得一些藍色品質又或者紫色品質的素材 我們獲取完藍色品質就可以透過剛剛的方法慢慢合成對應的部件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我們也可以按作戰中心 作戰中心裏面的灰準行動 灰準行動根據不同的進度條可以獲得一些慢用的紫色素材 以及指定的S級素材 特別是創新動力可以兌換目前紅的格鬥專用機 格萊羊去到3900分可以任選格萊羊的改進模組 我們可以優先提升創新動力的整體進度表 有很多資源的可以提升武裝工房的進度表 其他兩個大家可以慢慢提升 這就是其中一個獲得額外S級機甲的方法 還有第三個方法就是按回交易所 交易所裏面也有商店 商店除了可以透過情報交易所兌換支援券之外 剛剛提及到的整機轉換許可證都可以透過情報交換所兌換 除此之外還有邊境自貿地 也可以換一些S級對應機甲以及模組 還有PVP競技場也可以換取 至於第四個方法是比較浪費時間的就是邊境衝突 邊境衝突有不同等級 當月高等級的我們獲得獎勵就會提升 下方有個區域獎勵 例如挑戰完成第一個區域有兩件部件和兩個隨機背包 第二個區域同一原理 完成第三個區域有三個隨機部件和兩個背包 大致上整個遊戲入手機甲的方法就是這樣 而去到最後一部分就關於我們剛剛提及到的灰準行動 我們可以透過它的進度條自選一些S級機甲 S級機甲都有四個不同部位 至於四個不同部位 我應該根據什麼條件去選擇呢? 我會首先考慮它的四維屬性 究竟提升的四維屬性加幅多不多 以及會不會學會一些新的被動效果 如果被動模組實用的話我會優先選擇實用的技能模組 基於申報、腿部、學的技能模組都是一樣 提升命中率 要考慮的就變成四維屬性 四維屬性方面因為格機比較重視它的生存能力和閃避率 我就優先換了格內羊 然後將它的品質強化 OK 格內羊的腿部提升到今兒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覺得影片幫到手的記得按個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個訂閱鍵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就知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看到什麼 там 有產品 也有 有質疑 有資訊